众所周知,在日本侵华时期,八路军装备最多的枪械,就是德国18世纪末期生产的毛色手枪。该手枪在抵抗日军侵华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备受八路军和红军士兵的喜爱,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在抗战年代,它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叫薄壳枪,可是这支枪械自打诞生起,在欧美国家就被极度嫌弃,被贬得一无是处,八路军装备最多的枪械就是德国18世纪末期生产的毛色手枪。